嘿哟 what's up 大家好 我是有哥 今天呢就来讲解一下这个早川如何投资cp值才会最高 因为有观众在底下留言想要知道这个早川要怎么投资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解一下吧 因为有一些观众啊 可能还是一些新手 所以我们要讲解一下给那些新的观众听 所以就快速来跟你们带过一下这个早川到底怎么点 首先我们来大概的看一下这个早川的技能 第一招是这个加速 超然加速 第二招是这个篮板技能 第三是这个灌篮技能 第四是这个越战越强的技能 来大招就是一个补扣 补扣 单臂补扣 好 进去这个验身天赋大概要怎么点 首先呢第一招这个跑快啊 来看这个第一招是让你跑快的时候转时会更顺 没有这样的拐角 第二招是这个跑快过后可以一个冲抢篮板 这个也是一定要点的 然后过这种篮板范围增加一定也是要点掉 来看这个卡位 这个卡位也是可以点掉 就是你在后面啊 你也可以卡到去对手的前面 可以拿到一个更好的位置 然后更重要的是这个增加篮板竞争值啊 就是你点了这个热血硕胜卡位过后 你可以点这个增加篮板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点到最后一行啊 来看第二行 第二行是这个篮板技能 这个增加篮板范围一定要把它点满 全方位篮板也是把它点满吧 然后这个篮板竞争值一定要把它点满 然后这个落地格扣呢 我就觉得嗯还好 但是为了点这个热血超弹篮板 你就必须要点掉这个前面这个落地格扣 然后你就为了这个热血超弹篮板 还有这个篮板竞争值 你必须要把前面那个点掉 所以我觉得这一整行也是可以点 好 接下来到这个灌篮技能 这个灌篮技能我基本上跟你们说就是 如果客家因为有观众是说要客家嘛 客家就基本上不需要点这一整行 这个灌篮啊在比较 比较高端的局啊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机会偷分的 好 再来看这个第四招热血男儿 这个第一招啊就把它点满吧 就是每一次变强的时候 它会增加篮板啊 助攻啊 还有扣篮 这个要把它点满 然后这个第二招这个也是把它点掉 这个会升级到六级可以叠到六成啊 接下来是这个突破就是可以转身突破 还有这个助攻啊 让对方没有这样容易投篮 就是容易严重干扰 可以遮住对方视线啊 这一招我也是觉得还好 客家天法的话就还好暂时 好 接下来看这个大招了 大招这个使用范围 我觉得就可以点一下 然后至于这个点了没有这样容易被改 就看你个人吧 你有志愿就点没有志愿就不用点 接下来的后面这些呢 嗯 就看你个人吧 有志愿的话你就把它点到完 没有志愿的话你就点第一招就好 好 我们来大概讲一下这个客家 就是把第一行点完 然后再加这个第二行点完 基本上第三招就不需要 然后到这个第四招呢 就点到这个极限等级 这个第二格 然后这个大招呢 就把第一招点掉就好 基本上客家点法就差不多是这样 好 基本上你大概这样点下来 就需要35张的这个天赋卡大头卡 我也尽量帮你们省啦 但是这个早餐还是比较需要 把这些招数点掉的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个早餐的潜能啦 潜能方面我就推荐 这套就是蓝色呢 我们选选这个弹跳中头 青色呢我们选这个蓝板弹跳 黄色就选这个灌蓝蓝板 暂时目前是差不多都是这样 再不然的话你们可以拿中锋用的那种力量套啊 就是卡位套也是可以用的 就比较通用一点 毕竟过后紫园也可以用到嘛 好 至于他的大潜能方面呢 可以拿这个冲板大师 或者是拿这个投篮终结者 因为会盖到外线嘛 还是拿空中领域也是可以用 基本上他的大潜能就是长这个样子 好了 基本上这个早餐就是这样啦 也没有什么好讲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 sayo nada